今年被称为是VR虚拟实践元年 不只是各种装置百家争鸣 甚至还有室内设计公司砸下了千万装潢 打造就像是钢铁人电影场景的高科技体验馆 让民众可以一次体验到像是VR AR的最新运用 其中像是双人的蓝光VR弹椅 坐进去仿佛就像是进入外太空的世界 现场还有HTC5的游戏体验区 让民众可以尽情体验使你实际乐趣 戴上VR眼镜手握握把体验过程尖叫声不断 外形相当可爱的双人座蓝光联动弹椅 成了VR体验馆中最吸睛的秘密武器 现在记者所做的就是一台蓝光的VR体验椅 可以看到它会随着情境上下左右升降 还有左右两边环绕式的音响 而当我戴上VR眼镜就能体验外太空世界 3D的画面非常的细致 然后感觉非常真实 而桌山这个动态的椅垫的话 更有生意其境的感觉 结合VR眼镜体验720度虚拟外太空 而喜欢刺激游乐设施的民众 也能切换场景坐上云霄飞车 感受从高空俯冲的乐趣 VR体验馆中还设置了HTC5游戏区 多款游戏任你玩 而除了虚拟实境 AR扩增实境的运用 在这里也能看得到 一般的喜帖就之后就没有用了 但是我们的喜帖呢 它可以变成影像 然后就可以看新人的爱情故事 或是看新人的增长历程等等的 婚宴喜帖不再只是一张纸 透过APP扫描 包括婚礼影片 婚宴场景的内容 统统都能出现在手机萤幕上 互动感十足 电影钢铁人中高科技的触控萤幕 不再只是想象 在这里也能看到 如同电影场景般的大型触控桌 让人仿佛置身在充满科技感的办公室场景 它就是一片玻璃的显示屏 那它画质非常的清晰 也也不受灯光影响 所以它可以运用在 像我们要卖手表啊 卖珠宝 可以在上面虚实整合 手指在桌面轻轻点下 购物网页上的资讯 轻松缩放 萤幕了然 下方的抽屉 还可以同时摆满实体商品 而这样的触控显示萤幕 不只能运用在商店 未来包括室内设计 或是医疗X光片 都是相关的应用领域 室内设计公司 整合软硬体设备 打造出高科技体验馆 带给民众视觉 听觉和触觉的多重享受 记者黄埔桑华科手兵台北报导